就把握时间 那首先还感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把这个空间都让 特别是这个大夫国小这么好的空间 然后大家也是散步过来的同时 好那 为了能够呢 让今天的这个会议 还有今天的说明 能够很顺利的进行 我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与会的几位来宾 好先让我们来欢迎 我们内部区的区长张金正 张区长 还有我们的大夫理的郭婚祥 郭理长 还有我们受护理的谢明一 谢理长 还有我们内部安全社区协进会的 理事长李明珠李女士 他即将就要到了 马上就会过来 那也让我再来介绍几位好朋友 还有我们这个李永然律师事务组的李永然律师 感恩李医师 还有我们的绿党的中职委潘汉生 潘先生 谢谢你们的李永然律师 谢谢 还有我们内部守护联盟的李日静 李先生又来 谢谢你 谢谢你们的祝福 爱理事长李理事长 非常感恩 好 那也让大家认识一下 在慈基这边的整个专案团队 好 我先介绍我们这次的召集人 也是前交通部部长 当然他也是慈基的志工 蔡堆 蔡师兄 蔡师兄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基金会 谢谢 谢谢李理事长 谢谢 再次我们基金会的慈善志业发展处的 吕方川 吕主任 谢谢 吕主任 谢谢 还有我们呢 在营建的工作是由林敏朝 林主任 营建室的吕主任 还有我们人文志业发展处的 何日生 何主任 以及这一次呢 我们一起来做规划的 长丰顾问等高宏轩高副总 好 谢谢 那我们呢 先准备了一支影片 要提供给大家来观赏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影片 因为不好意思 我们的影片 可能会需要关灯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墙内的灯关掉 这样影片会比较清楚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支